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Terry現在這個娘家的地位真的是很崇高 什麼大事小事全部都要管 最佳管家聽說連吃飯的碗筷也歸你管 會不會管太細了 因為我處女座本身就龜毛 我又有潔癖 所以比方說因為他們家人多嘛 那吃飯大家都知道會有一些骨頭啊 或魚翅啊什麼的 可能就是那邊堆一戳這邊堆一戳 那他們每次我孕母都說沒關係 一定要吃完再一次收 但是只要有誰離開桌子 我就會自己拿那個衛生紙這樣子 去剝 然後就把它收 對 然後我就會把 因為吃完了完 有時候我就會幫忙收走 然後去洗碗這樣子 還順便洗碗啊 對 我順便洗碗 然後一剛開始 我一剛開始到他們家就這樣子 他甚至會跟我老婆說 那個是不是演的啊 還是表現的這樣子 一定的啊 對 一定是演的啊 對 但是後來久而久之他發現 習慣已經這麼多年了 習慣已經都一樣了 那因為我原本不是很討厭 男生去摸這件事情 他老傳統 他覺得男生不要進廚房 男生不要做女生的事情 軍事遠跑廚喔 對 然後所以比方說 我開始要洗碗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去叫妹妹說 快點去洗 不然等一下你嫂嫂要洗了 他說我嫂嫂 他就說嫂嫂 你是嫂嫂 他說說嫂嫂 對 他說你再不去 等一下你大嫂要去洗了 他就指我這樣子 他說好 你已經被定定位了 對 不只姐夫 連大嫂都擔任了 好 順便姐家的情況比較特別 一開始聽說是你們家是 越富看女婿 越看越有趣 因為我的父親是記者 我也是記者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有一段時間 會是同時跑新聞 他跑司法 然後我是跑社會 跑警察局 結果那個時候 司法記者圈 就來了一個新同事 然後他第一天去 跑新聞的時候 就跟在我爸旁邊 比方說 大家也知道 記者都在幹嘛 不跑新聞的時候 就喝酒 那我老公 就這個男生 對我爸爸來說 他就覺得這個男生 還滿乖的 然後也會跟著去喝酒 就這樣 所以他眼中會覺得 這男生還不錯 但是你知道 有很多生活習慣 其實是不一樣的 包括什麼呢 我老公可以跟 就是這個 當時是我男朋友 可以跟我爸爸去喝酒 可是我並沒有注意 他的衛生習慣 但是我注意到一件事情 因為以前 那個去分局 跑新聞的時候 那個警察都會說 來喔 Terry來喝茶 對不對 請問他如果那個 再倒那個功夫茶 老人茶 是不是就拿一杯 就會給你喝 對 我的男朋友是絕對 不碰那個杯子的 他絕對不碰 那我那個時候 有覺得沒什麼 我覺得他很酷 他不喝 絕對不喝 好 那反正 這樣也就過去了 那我們是不是 後來就結婚了 初二了 回娘家之後 他也不太吃 那因為我爸爸 也會跟他喝酒 所以我也沒有注意 他有沒有吃 而且我先生是這樣 他絕對不會 在老人家面前 講不好聽的話 不會不會 可是那一次回去 我就慘了 他就一直唸我說 你們家吃飯 沒有用公塊母吃嗎 我說 可是我們家人吃 就不太 你們家家人吃 會用公塊母吃嗎 很少 你們家會嗎 是我們家 近幾年才會 以前不會 對啊 而且我媽很愛乾淨的 有什麼問題呢 我就把他 就反正他就在那邊念 我就不聽 然後他就說 你這樣子不對吧 我說那到底要怎樣 然後他就拿出了酒精 那個年代 三十年前 他就拿酒精出來就說 不應該要先噴嗎 有些屁耶 我說 我說我出去跟你吃飯 沒有這樣 他說你跟我出去吃飯 筷子我會先幫你消毒好了 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你需要這樣嗎 好 這是我們結婚之後的 第一次回娘家 之後就沒有了 他不想回去 就剛剛講三十年 去三遍就你家啦 對 沒有 他沒有不回去 是我不讓他回去了 你不讓回去 我剛剛說超前部署對不對 我把他隔離 直接隔離 因為我不想破壞這種關係 氣憤 你一直在我面前那邊念 我怕他在我爸媽面前念 會傷了我爸媽的心 我爸媽會說 怎麼沒有回來嗎 比如說那個初二的時候嘛 我就會說他去爬山了 每年這麼會挑時間 初二都去爬山 你爸媽一定會說 怎麼這麼沒有禮貌 明明知道初二要跟你回來 我跟你說 我就是我爸的女兒 我爸會不知道嗎 其實老人家大概知道 但是你知道我老公 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愛乾淨 可能那個愛乾淨 比Terry更可怕 你這個只是處女座的潔癖 那他是醫院等級的 有誰能夠比得上呢 而且是防疫專家 對 大家會反正就覺得 就算了啦 那我父親在生病之後 其實我的先生 他是國中的時候 他的父親就過世了 所以我認為 他跟我爸爸之間 其實是情同父子 只是有些生活習慣的問題 但是他對我爸爸 是沒有意見 他其實對我媽媽有一些 我爸爸在 我記得那個在榮總 然後我爸爸迷留 我是就是送我爸爸最後一程 然後他的狀況 已經越來越不好 大家都知道 那個馬飛達到一定的劑量的時候 對 那整個過程 就是現在聽起來很心碎 然後我先生 我兒子都來了 那我先生就 跟大家一個提議就是說 能不能我們就每一個人 單獨跟爸爸講一點話 我認為是他想 單獨跟我爸爸講話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大家就輪流 我媽先跟我爸爸講 然後我妹妹先跟我爸爸講 一定要單獨 我們大家都出去 那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外面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那個病房裡面 然後我就看到 我老公就是 他就抱著我爸 然後我 跟他結婚三十年 沒看到他哭過了 真的 我就看到他哭了 然後抱著我爸 我那個當場真的是 你知道我當下就決定說 已經嫁對人了 沒有 我那時候決定說 我幫你還了一千萬人 再就算了 你也不必還我了 沒有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女人的心 就是這麼簡單 我就是要那個 有被疼愛到了 有被關心到了 對 其實沒有關係 這中間的可能誤會 或者彼此間有一些嫌隙 都沒有 那都不重要 中間就是他去抱我爸 然後他哭成那樣 我就覺得說 爸 夠了 就是有這很多過程當中 我都一度想跟我先生離婚 我承認 我發誓我是為了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會覺得 這個孩子就是他替我選的 我不願意讓我爸爸覺得說 他選錯的人 他把我把女兒托付給 這麼不對的人 所以那個當下他抱著我爸 然後你知道嗎 那個心臟不是這樣嗎 大家應該知道 就跟電視劇演得一模一樣 就變成一紙錢 停了 釋懷了 其實那我當下 我進去就跟我爸爸 就跪在地上我就三鞠躬 好 謝謝我爸爸 那我還是必須說就是說 雖然我剛剛講那麼多 他也 我老公雖然很少回娘家 但是就是 聽於剛剛講 我就是要那個 對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 就值得了 盛我千言萬語 對 他是真心在關心你的爸爸 對 也等於是真心愛你 對 好 問一下宜貞 今天聽完我們來賓的 故事分享 你覺得女婿回娘家 到底應該是客人還是家人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互相的 因為每個家庭的狀況不一樣 那我先生也常跟我講說 你看我去你家 我跟你媽的互動是這樣 你怎麼來我家 那跟我媽的互動是這樣 可是重點是 因為我媽會跟我先生 有來有往 但是我跟我婆婆是相近如冰 就冰塊的冰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是真的相處不來 那不如就不要回去 可是大家就保持有一定的距離 因為有一定的距離 就會有美感 其實很多事情是 互相來互相去 如果勉強不來的東西 就不要硬去勉強 好 我們今天謝謝所來賓的分享 其實面對所有的關係 有時候不知道 對長輩要怎麼樣做 不一定是聽話 不一定是孝順 不一定是乖巧 其實就是愛 那面對一個遺憾的彌補 或者是面對怎麼樣既是前嫌 其實關鍵點也是在愛 因為我們都更有智慧更有愛 然後及時去愛我們身邊的長輩